以後航班是快速恢復 虎航加發了年終獎金 華航則是調薪 不過長榮航空企業工會 以及長榮航行員員則不滿 長榮航空的營收還有盡力 都遠超過於其他航空 卻沒有和員工來共享 今天是集結到了南侃大樓 前來抗議 演出行動劇諷刺長榮航空總座 孫嘉明在辦公室開慶公宴 慶祝今年到七月份 創下一百三十二億的利潤 破歷史新高 是用員工寫和換來 卻沒有和員工共享 長榮航空企業工會 和長榮航行員工 十六號上午風雨無阻 來到南侃大樓前抗議 同時呼籲母公司 也要照顧子公司員工 連老天爺都哭泣 可以把盈餘合理的分配給員工 照顧員工 不要讓人才都流失了 西雲一招人 華航一招人 虎航一招人 外商一招人 我們這邊走一片 我們呼籲我們長榮航行的董事長 不要再當小弟了 你也是賺錢的公司 希望你能夠跟長榮航空去爭取 我們航行員工有應有的福利 跟調薪 長榮大招簽 要和你分配 拿出上半年航空業 營收盡力比較 工會質疑虎航賺錢 員工加發五到十萬元 年終獎金 華航九月先調薪兩千元 長榮航空賺的盡力是虎航華航的兩到三倍 卻沒和員工共享 要求公司應將利潤及早分享員工 年終和年度調薪 應該和工會實質協商 年度調薪不低於五千元 長榮航空則發聲明表示 基於永續經營理念 除了善盡照顧員工責任也願意共享經營成果 依公司作業規劃給予員工最適當的獎勵 除了定期檢視員工薪資福利 也依年度營運績效和員工表現 發放年終獎金 並在次年依法加發員工酬勞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